资料吗 资料我知道怎么做的 我还捉过的 但蜘蛛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做 资料 资料吗 蜘蛛网上捉吗 资料就是用蜘蛛网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拿一根棍子 去把蜘蛛网 去搞很多蜘蛛网出来 然后再加点那种什么 反正就是粘人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抓那个资料了 就拿一根棍子去打资料 那我们以前 就是也是个棍子 然后弄一个网 然后就是 你用网去知道 我们就用蜘蛛网 去沾那个资料 你知道吗 你还是有点屌的 我说屌的一笔 小时候什么门口 门口那种不是出来 出来就是挖土 去把蚯蚓挖出来 蚯蚓挖出来之后 然后就去钓鱼 早上你妈的 早上去挖蚯蚓 早上很早就去挖蚯蚓 挖了然后就去公园里面 不过我说起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以前是 去钓过龙虾的 去那个菜场去买 买一只青蛙 然后把这个青蛙蚓 不需要青蛙钓的 你直接拿点那种什么肉 穿在铁丝上面 穿一个圈 对吧 拿那个铁丝做成一个圈 然后穿上去 就可以钓龙虾了 我们还是要用青蛙的 大腿去诱惑龙虾 不用青蛙的大腿 你就随便拿个肉 就可以捉 捉龙虾了 我小时候挖的一下步可以捉一桶 你知道吗 就那种红色那种大的桶 捉一桶回来 我干过这些多了 还是还去摸过那个 那个什么荷虾的 摸荷虾 老在摸过摸过那个黄扇 你知道吗 摸黄扇摸泥球 你还有点实力吗 哎呦实力点小时候 你妈的摸出来 你妈的不知道是蛇还是黄扇 虚的一逼 我看不起 摸黄扇千万不要去摸 因为我有过被你妈的被蛇咬的 对呀 你妈摸出来 都不知道是蛇是黄扇 慌的一逼 我被咬了一口之后 整个手就开始发黑了 你知道吗 那么傻呀 差点就挂掉 然后去医院了 真去医院呀 怎么办吧 好了好了 看比赛了 看比赛了 不扯淡 看比赛 看比赛 这场比赛 但是决定了双方谁能够晋级到最后的16强的这个名额的决赛啊 这场比赛 小李我看一下怎么打 小李反正 哎他为什么又是提数和那个提防的数据呢 他有实力啊 一切以侦查为主 侦查了再跟你打 但是我觉得QR要比他有实力啊 哎 这盘好像是二本 二本直接跳飞龙啊 他好像是因为刚才那盘这个战术可能用过 然后他这盘是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战术 去骗一下对方 直接是把那个退了 直接两框跳飞龙了 你跳飞龙你的这个三级四级要早一点 狗绕进来 这窝狗绕的不错 双线可以 我说小李就是觉得自己有实力 你妈的 提出房子带什么跳飞龙 他他没有 他跳飞龙了对吧 对直接跳飞龙 这个跳飞龙是对的 只要不是两船兵的话 其实跳飞龙还是很有很有趣的 毛现在你知道两 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吗 什么 跳飞龙你妈玩爆两团兵 怎么玩爆吗 什么叫怎么玩爆 你妈就守得住啊 然后然后然后把你两团兵吃了 然后然后你就你就急了就不用打了 我就觉得很被动 一点都不被动 现在的跳飞龙 你你现在去看书本 你敢骂 待会跳一盘飞龙给我干 我干死你 我跳飞龙打你对吧 对啊 我告诉你 打你我打你我都不用细节了 就就你妈来吧 好 待会儿播完 我们先对战盘 然后打m 好好好 打你我跟你说 我都没我两串 跳飞龙的细节 我都没练过 但打你我觉得 你觉得应该随便打 好了好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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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你跳飞龙 嘴死的 哎我觉得接班人的跳飞龙你都打不过 不可能的 人家搞笑吧 他研究过细节的呀 没有用的 你妈你刚才迟疑了一秒 你是不是不敢那个接班人打 不是不敢 我跟你说了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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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你就不敢打是吧 你就怕输 哼 我怕我欺负你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待会儿就打好不好 不要再说了 好好好 你两串兵是吧 对呀我就告诉你 我两串兵呢 你就跳飞龙吧 好好好 飞龙有点快 5分50秒就出来了 你真是不知道我现在TBJ的实力 哼 你不要想笑死我好吗 九条飞龙去第一波飞龙还是挺足的 跳飞龙转蟑螂那么飘 这不是庐山龙飞翔吗 这波兵吹出来怎么办 你真是换家呀 他想好了点 但我觉得没用啊 这换家换的 能怎么样你换家 拖时间啊 他为了给自己拖那个 看到这波出来 从主只能够继续的飞龙和狗 然后用龙狗先吃掉第一波 这个肌力是被打掉的啊 打掉的打掉的 要飞龙脱的还可以 对手到你门口就一攻一防了 对手到你门口就一攻一防了 我怎么有种小鸟要死的感觉啊 这波龙狗吃不掉啊这样 看看 哎有机会吃有机会吃有机会吃 有点冲动 有机会吃 有点冲动 但甩的不错甩的不错 对 死了死了死了 后面这波机枪要命了 后面这波机枪要命了 再说一波等后面的狗再出来 等狗出来 22条狗能不能出来 他也不敢打不敢打 这个时候他怕万一被被吃了的话 就全倒了 我告诉你 刚才如果是火车霞的话 就自己打 对对火车霞直接就打死了 说个猥琐的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打的 还不说吗 哎极点小秒 但是这样的话 你比你也不要走了 你秒极地劲 那怎么办吗 说的位置其实还可以 换呀换呀 可以的这个位置可以的 哎可以了可以的 这波换的换的不错了 还杀了7个农民呢 还杀了7个农民呢 好运输机也别 不要想走 运输机不要想走了啊 运输机你想走实在 有点过分了 分三个方向走 三个一个都 人们走掉一个吗 本来是可以走掉的 哼 本来是可以走掉的 这你吗 他这三个方向分的 不会吧走掉了 还能打还能打 有飞龙还能打 关键他这个工坊啊 他的蟑螂的工坊 其实还挺高的 不过人住的工坊 比他还要快啊 他现在问题是没有虫卵 出这波蟑螂 经济有点差 人住一旦到两国两房 蟑螂他也不怕了 像唯一的机会就是这波 这波飞龙能够拖住对手 不过的 现在 Curl还不知道对手是转了张了 这个局面只要 这个飞龙中一波地雷 马上就一波推出去 我靠这个什么更新演员 接班人的歌 为什么现在写歌词都写那么多吗 我觉得像刚才 像那首十年的首歌 这种神曲是可遇了不可求的 这飞龙拖的还可以说真的 小李是强行爆出了一波蟑螂 他飞龙主要甩的可以 各种无处不在 感觉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感觉有点像星际 他就飞龙甩的别人出不了门 对啊 张老虎 张老虎一波 你还要去莽对手 这什么鬼啊 他怎么就去莽对手了吗 杰克基的兵有点厚的 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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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看到家里面这波兵肯定要忙了 肯定要忙了 你家里面还有那么多兵 火炸狼封 封路口 这波火炸狼火炸狼有点意外 直接秒这个呀火炸狼 直接秒这个呀火炸狼 拼一枪拼一枪就对拨了 就这波就这波 我就有机会 攻防别人两过两防了 诶砸到了 都两过两防好吗 我怕你飞龙保存的很不错 他飞龙就找机会偷妹子 他飞龙就找机会偷妹子 好偷鸡地 飞龙打正面 可以可以可以 偷鸡地也可以 偷鸡地也可以 也行也行 反正我觉得打正面更好可能 好了只可以走了 可以打上去啊 不打了不打了 后面还在接兵啊 这为什么要不打吗 这波直接打穿了呀 他飞龙这个时候可以去点光头 还是有点猛的飞龙点光头 这被怎么被 回去也可以 如果对方没那个了 没三级地了 他肯定要打一波点 你看他人口那么高 怎么可能不打一波嘛 飞龙继续搞 然后等这边 等这边那个 部队再集中一波就可以打了 QR你妈脸都歪了 这种局面被打成这样 是有点 脸都歪了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输给没有战队的选手 其实他们觉得是很丢人的 他们那肯定点 这种输吗 他会问自己战队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啊 又没战队联赛 对吧 他们又不出去打比赛 这意义在哪里嘛 光没有战队联赛这一条 就已经太强了点了 200人口来啊 强行飞两个GD出去 这肯定要A脸呢 独包一变好 独包一变好 独包速度一好就A脸了 其实这盘的确 的确我觉得是QR自己打得不好 QR自己的问题 哎呦 强了自己 小李呢 小李呢也有点失礼 可以的 他从他刚才那几盘是给QR下了个套子 让QR是觉得对手只会龙狗 好了呀 这A脸 这不可能让你走了 我发现他好喜欢打GD 他原来跟杰克基没有错 这是他的风格 没有啊 你妈又敲敲敲去偷别人GD 我操 他把GD砸了呀你 好了GD没了 哈哈 又又没有GD了 哈哈 哎呀好笑草 啊 为什么打每个每个人跟他打都变成无头师吗 哈哈 你妈江湖上有一个传说 打完了之后这些人做都是无头师 那一定是小李干的 妈这种就是雨夜屠夫啊 哎呦 招不住了 我打完都是无头师 绝对是雨夜屠夫 小李飞刀 他很喜欢头肌肌 真的很喜欢头肌肌 雨夜屠夫李洛克 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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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一句吧 蛮好听的 推进的节奏请省略 我又不是大职业 别设计那些情节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没一件 打出机之后怎么演 我无调的太表面 像美天妇的演员 观众看了买螃蟹 哈哈哈哈哈哈哈 妈的这写的什么有一把东西啊 这个人 aye Formula 好,我們看下孫檢位啊,終於來了 藍色的程度就是李洛克 哎呀,媽的渴死了 而現在就是下方紅色的人組選手,就是來自於金利爾戰隊的Q2 地圖是破曉 我剛才看了Q2這個鼻子為什麼那麼亮嘛 化了妝呀 也是,不過他們的確在這塊上還是不管怎麼說啊 就像沒有戰隊他們還是會做的這塊 就包裝這塊還是會做的 那廢話的呀,這肯定要做的呀 他們每次比賽過去都要化妝的 你當時我們這些選手怎麼死賴著不化 沒有,其實選手,我要說句公道話,選手還是化妝的 我們兩個是不化的 我們兩個不化嗎? 你不要亂說,我們化了的好嗎? 不不,我們化的少 我們跟他們表達一下,我們不是靠臉混飯吃的 對不對? 不是,主要是我們兩個化了跟沒化沒什麼區別 沒區別,真的 就旺旺那天我們化了你們看出來沒有嗎? 也沒區別的呀 我們兩個主要是長得不行 要我們兩個長得比較帥,對不對? 我們兩個肯定也化了 一個道理的 你們以後就看那些主播啊,就看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攝像頭的,你媽都是醜雞 對不對嗎? 嗯 什麼遮臉這種,你媽的 什麼遮臉聲音又很好聽的 這種你媽也是醜雞 有這種事情,我告訴你 聲音又好聽,你媽的 臉又漂亮 他媽的他巴不得你媽把臉放在整個 你媽整個顯示器下面好嗎? 給你看 就如果長得好看,他為什麼不露臉嗎? 是的呀 對不對 長得好看,肯定露臉的呀 我長得好看,我也露臉的呀 我們就因為長得不好看 有道理的呀,這個東西 是實話,這是實話 還跑火車 又是狗和極速房子 怎麼每團都這麼大嗎? 他為什麼每團都這麼大? 我有點... 沒看懂啊 這是他的一個風格 科爾現在已經放棄了兩船邊打法 但是... 看他英文是這麼好 他沒有... 當我們第一次開了 GSL 他沒有講英文 所以他有點驚訝 對 有一點的拒絕 有一點的拒絕 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好處的監獄 看到Stim已經在路上 所以... 體力防住的時候 我... 讀暴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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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 小李對拳擊的偵察意識 真的是非常好 小李的整個打法跟其他人有點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我怎麼感覺他打一波啊 他狗包的有點多啊 他好像想包這波火車 有這個想法 他提出王子反正也開著視野的 知道你火車在哪裡 我覺得他打一波 我感覺啊 我感覺他打一波 這種狗還在爆 那麼能隱忍 他吃完了 就直接一波反打 關鍵他 這個戰術的觀點就看 唉唷 解放都被架臉了 沒事沒事 這都是浮雲 要的 要的就是你這個火車進來 包了嗎 包了嗎 下面 沒有沒有沒有還沒包 六個火車啊 唉唷 這把雷達漂亮 要命了 要命了 一比一比 這六個火車被包 唉唷 唉唷 這是個 這是個狗 好賤啊 這四個狗 一波了 我操 那麼多 25個你敢信 媽直接別人三個保了 你這火車串燒呀就是啊 火車如果被包了 這場比賽真的是結束了 有這波火車就死不了 哈哈哈哈 太狠了 利羅克 露小鳳 沒事沒事 這都不重要 撞上去啊 這火車 這火車你怎麼解決 對這火車在你解決不了 我會去補農民了呀 已經在補農民了 又是買地 唉唷 唉唷 要是這樣 QR都打不贏怎麼辦 我覺得不可能的 你這種局面怎麼可能打不贏 要攻防有攻防 要科技有科技 對不對 經濟也不差的 幹也沒怎麼死農民 家裡面還不停的在加起放著 還被騷 唉唷 這個反身這個圖寶撞得有點好 I don't believe there's a good angle with that evo chamber there for the queen to actually take that out I guess the bottom right I guess the bottom right 這解放的只能 Oh my god 9 health I was like alright I gotta get out of here 放個防空吧 哈哈哈哈 I guess like a bluff by Lina This won't last forever It's like 9 health This has to die right This was good enough I'll back up Maybe go back later 重局面前不可能能翻牌 If there not been so many Hellions That attack might have completely obliterated Gure Cure的這個科技的優勢太大了 雖然現在農民沒對方多 但是不重要 嗯 攻防一攻一防 一頓牌好了之後 這波推出來 帶火車霞一波 除非小李能夠撞到大運 埋地獨暴能夠成功 哼 在別人臉上埋的 沒事沒看沒看到 沒看到嗎 沒看到沒看到 這波肯定沒看到 埋的時機剛剛好 沒看到 我跟你說 有點稀哦 但是這兩船兵你怎麼辦 上面還有兩個解放者 隨時協同 三線 狗也夠多問題不大 工藝房的槍兵呀 幹嘛狗多呀 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 還不錯還不錯 都守住了呀 但哎怎麼還是死農民啊 死了八個哪裡死的啊 下面三礦好像被搞了 你媽被個圍巾偷了八個農民 不可能的 不可能這個圍巾的 肯定還有其他東西的 哪還有其他 上面兩線都防了 就你們三礦有個圍巾 這波 哎喲 還炸到了 炸完了炸完了 要炸得準一點的話 直接就沒了 農民數量小里是 什麼 哦 六十八個 我看八十八個了 我想太多了 剛才被殺了八個 不殺的話 他農民數量其實挺多的 這波 看隱雷贏得怎麼樣了 媽的就這樣去衝啊 拉扯還可以 但是呢 這個火車匣有點猛 GG了 前期戰術太虧了 對 對於小里來說實在是 意思太大了 沒辦法 這排嘛 不怪小里 不怪小里 你先說一下啊 感覺Q有一點打不過呀 其實他們兩個 我告訴你們 他們兩個競技到 十六強也是 你媽的 魚男而已 你媽的 砧板上的肉 被各種切 他們兩個不管誰 競技到十六強 都是這種狀態 到時候就看分組 看天命 命運氣好還能進個八強 命運氣差就直接 十六強雙敗就結束了 好 好了 第三場比賽開始了 好 超然結勝決比賽了 誰贏誰就將進入十六強 好 地圖是來到了 這個 綠色溫士 好了 地圖下方 七點鐘方向的是藍色的 重組選手 李洛克 而出現在地圖上方兩面龍方向的是紅色的人 韓國基尼爾戰隊的 說 我好深深地出了口大氣啊 還是有點緊張的 這場比賽對他們來說其實都很關鍵 因為現在在韓 在韓國沒什麼比賽打了 這比賽輸了等於他 後面幾個月都沒比賽了 不夠 我發現一個問題 像Q2這種 就經歷了這些有戰隊的那些選手 好像 除了狗哥 好像其他好像很少 很少出來打比賽 什麼肉哥這種好像都沒看到過 肉哥好像也不怎麼 對 對吧 對 不怎麼出來打比賽 我很久沒有看到肉哥 而且Q2 我也是今天在GSL看到 我其他比賽 他們戰隊的人都沒怎麼出來 狗哥還偶爾還會出來一下 對啊 他們戰隊的人不怎麼出來打比賽 這很奇怪 我覺得他們戰隊現在應該也不會說 在管理上封閉到什麼程度 因為畢竟沒有戰隊聯賽 沒有必要 對 對 他們現在俱樂部的狀態更像 我覺得更像 比如說像什麼 入啊 什麼 IG這種狀態差不多 就是 大家都想打個人聯賽 對 然後你們如果有比賽 我幫你準備一下 也就這樣 不知道他們怎麼怎麼安排的 不知道他們怎麼怎麼安排的 小李這盤好像沒有像上一盤那樣開局的 這盤小李的這個開局還是比較常規的 為什麼他又流條狗又流出去了 我發現他每次開局都喜歡這種狗先出去 反正這個開局就喜歡狗出去 然後狗輸非常快 可以聊聊聊多線了 火車只能溜一線 然後解放在架一線 好 好 你現在是勝利 對 會變得更像 BEEPMANIA 她說 你看看你 你踢到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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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行飛進來 看一眼 看到飛機場可以 這時候小李判斷的 可能判斷的是 火車下一波 所以他獨暴虫 我覺得要快點下了 他用羽皇寶嗎 沒有 他判斷的是 解放者那麼正確 怎麼那麼飄啊 他這個判斷 正常情況下 肯定是判斷的是 先防禦 防禦手火車俠 肯定是沒錯的 對 這個是沒有錯的 對吧 作為我們 我們兩個作為 這種有時機的重複 肯定這麼判斷 對 對 對 你就上來不用想太多 就是肯定 你看到飛機場 你就先防禦手火車俠 對 對 然後最多在二礦 再插一個防空 嗯 他們主礦插一個防空 不可能插兩個人 他 他 他插對的呀 對啊 所以說我有點無語啊 不能說 Kill的戰術被泄露了呀 可能也是比較了解 嗯 解放者還沒到 防空已經到了 OK 現在說防空四秒往下插 還是真的很有危險 本來就應該四秒往下插 對 哎呦這兩個 有點漂亮 哎 哎 Kill的火車還是挺會鑽的 真的 死了呀 對我就說嘛 你剛剛你發現沒有 他這種火車鑽的那種感覺 前期一個解放者三個火車 殺了兩個農民而已 在打毛啊在打 是不是虧大了 自己科技賣得一筆 經濟也差 這隻面Kill很難打 嗯 I'm glad that you know we have that in Starcraft 2 在這種局面下 小李在這種沒有壓力的局面下 其實他的軍產鋪的還是沒有任何問題 嗯 三礦四基地啊 這時候有錢再去下個四礦 能不能補到65個到70個左右 然後就開始暴兵A了 只要衝鋒得獎這種局面是輸不了的局面 很難輸 因為前期人助太虧了 送東西送的太多了 三個火車帶一個解放者等於你 等於你給了重組不兩波農民的機會 你這兩團兵到了對手一攻一防都好了 你這怎麼擋 我是覺得現在就看像Kill這種級別的人助選手 其實他還沒有說能夠利用操作去扭轉整個比賽 就還沒有這種能力 他呢屬於打的中規中距的一種能力 就該做的都做了 暴兵啊什麼節奏啊都打出來了 但是就沒有在這方面沒有更多的亮點 對 夏里洛克66個農民已經3塊我滿腹很多 他能夠直接狗毒包先摁一波啊 一直在那邊出狗啊 這種局面其實正常情況下來說 壓住人局的情況下 你其實應該再補一波能 補到80個 好了然後自己的四況也滿腹很運作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再暴兵 他現在出狗很可能要先壓一波 壓一波三況 看怎麼選擇 Kill選擇了一個 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個進軍的路線啊 但三況可能要被打飛 對手的這波狗毒暴去打三況你很難守啊 沒有在沒有地雷的情況下 他現在是想抹四況 但是四況感覺抹不下來 有軍坎 哎呦 三況換幾個農民三台行三台行 買兩個獨暴太他們陰呢 哎小李這個買獨暴 你媽的天生天生就是這種感覺呢 為什麼沒炸嗎 剛才 不急啊這種怎麼炸嗎 炸了呀不挺好的嗎 哎他正面在被幹呢 他都還還還能去炸這個 哎每一個人總要有一個技能的 這他的技能就是這個 天賦屬性 有天賦屬性的怎麼辦嘛 這波衝得非常漂亮 衝出了Duck的感覺 哎但是你沒有眼蟲是什麼鬼嘛 這能量又要被帶一波 還好還好還行還行 好了又是飛龍起臉 這個局面又這個節奏 又進入到小李的節奏 你現在出門 你如果正面打不過 克爾正面打不過 他的運輸機都不要想回去 小李防多線還是可以的 實力了得 直接走投下來 但並沒什麼卵用啊 這種還會拉拉扯這個飛龍 的確在這個操作 飛龍操作上小李還是 還不錯還不錯 是比較出色的 克爾正在三攻三防 在騎 小李的兩攻兩防已經好了 嗯 這種軍坦我覺得克爾要贏 還是太難了 就看這一拳了啊 怎麼贏啊 手夠硬呢 贏不了贏不了 你這個三攻坦換戰 你又要回去 正面如果你在軍坦上滾的話 他的毒爆根本就不慫 你 你媽小李這種ZVT 其實還是打得蠻好的呀 他為什麼會被衛星打11比0嗎 那是因為衛星的近視力比他強太多了 衛星這個有點過了打他11比0 好了 沒機會沒機會 克爾真的是 猶豫不決呀這時候 但你這樣猶豫不決 反而是再走一次 有可能 哎呀還是炸了 又被炸了一波 唉唷 好了好了好了 直接先把滴雷給你點了 別走雷啊 這些別 臉都歪了 小李只要前期不吃虧 我看了一下 克爾中期就打不過他 對的 媽李洛克什麼時候有那麼凶 狗毒爆可以的 這點 可以可以可以 點地雷點得也漂亮 GG 二比 小李進入到16強 打得還可以啊 該他出現 該他出現 嗯 好嘞 我是國父等你啊 我們先打一盤 來來來來來 來 我就不信了 來 國父現在進遊戲 一定要急 他可以把很多 他做的 有很多 有很多